各位早晨,如果您現在看到,就應該是早晨來的,香港時間 2019年11月7日,德國理解的拍攝時間是晚上 當然,要不然都不會以燈光為主 我今天想說第二件事,當然不是想說華記 是一個很厭惡性的議題 我想說回美國 我發現香港給一些中文傳媒帶風向真的很容易 香港的中文傳媒在我眼中很糟糕 路透社報說,因為特朗普答應了 要暫時不講香港 總之貿易戰有進展,就不講香港議題 又是這樣的一封 我不知道路透社是誰放的 那段風 問題就是,你看美國政治不是看一單或兩單新聞 我覺得AM13年那些真的很糟糕的,這些是中壓報紙 笑話 笑了 我做禁愛評論有一點,我現在是很少看香港中文報紙 立場我都不看,我告訴你 我是有時候看蘋果的 原因就是,因為我知道香港中文報紙的那些編輯 高層是怎樣做事 那些手腳的方法,思維方式那些 所以你很難相信他們的報道,特別是國際那些 不懂裝飾 或者是要你寫的東西,要記者寫的東西是符合他的口味 這些太多了 不然你不會看見我為什麼一個人 但是我為什麼要搞到一個伺服器 一個YouTube這樣自己搞定 你見我完全一腳踢 我原因,而且我很少要有人幫忙 我很怕要有人幫忙,就是因為我要維持自己編載自主 就是因為,這是我香港傳媒那個不快經歷的影響來的 我看到現在很多時候在外國的媒體寫多於香港社區的原因 美國現在的情況是比較大家想像中複雜 就是當時Marco Roebio 公開說 你參議員是誰阻的 你出來單挑,其實美國很怕這些 真的怕的,因為你一炒熱了隨時會影響選票 其實有幾樣東西 首先你要知道Donald Trump 的作風 他每次跟你說,我是你朋友的時候 你要小心點,我告訴他 You are my friend 的時候,他每次都在暗中插給一刀 其中一件事就是Donald Trump 將美國政府 將香港納入的印太戰略那裡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那暫時應該是親共的經濟日報有寫的 那當然很明顯就是中國自己爬底 印太戰略,你入了去的 你要記住印太戰略 台灣就是在美國的印太戰略裡面的 所以你見到一連串那些law 放在那裡 即是有台灣旅行法一號一字排開 排到現在台北法案的那個 全部都一抽過的 那是因為它是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香港是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很難不過的 你亦都解釋到為什麼英國那份報告 指兩件事 第一,就不要再派 會不會對於派法官的 那一部分報告 那一部分報告 我會等一會再說 第三節說英國再說 好了 另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突然說要救BNO 他會很慷慨的 國會的推薦 你的原因就是因為 英國BNO BNO 都要配到美國的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應該沒有人說印太戰略 即是香港的中文傳媒 為了散散民氣 什麼都可以 當然你對著美國 你一定要繼續爭取的 好實說 你要繼續群眾運動 令到美國人看到你是有堅持的 即是有些人說 有些招肚派的散水當真是很離譜 泛民各個禮拜固定集會 其實就是送頭 什麼什麼什麼 那喂 朋友 你們這些招肚派 你們打算怎樣搞 牛水集會怎樣搞 你怎樣令到國際社會 看到香港人去遊行 這些招肚派不知所謂 這些人 這些就是中共走狗 一看就知道 這些人經常說 我說什麼葉普城 葉普城 也不知道 我現在就回答 那些老一點的觀眾 熱血 公民 普羅政治學院 和城邦派 葉普城 加起來 這班全部都是黃毓民 留了一些人渣 我可以說 大家知道黃毓民是誰 大家就知道 一個黃楊達 還有 然後你說 美國 然後你說 那個 McConred McConred 你要看最近的州長選舉 看美國政治 不看選舉 我覺得是瘋 的 我每天都看著 New York Times 我當然不是看 周浩鼎的老婆 搞的廣告 對吧 我每天看美國新聞 其實最重要是看選舉 那 McConred 那個議席 那個參與 Sanet的議席 在瘋塔基州 今年就打得很緊 民主黨 就claim自己 Democrate 已經是贏了 即是 Virginia 就直接民主黨 學贏了開行 已經是政黨 即是轉了色 Virginia 已經轉了色 即是 Republican 已經輸了 接著 你狠塔基州 如果是民主黨 即是贏了 就是Margin 你就提出一個 很大的警告 給McConred 其實 為什麼Marco Roebio 突然間 那個態度這麼強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要你McConred 退休 你分分鐘明顯選不到 你說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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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你... R Буд Likewise 你... 你這次選付不到 interpersonal 是不是... 有我... 是不是... 有部局 因為很多出城市 在中國 所以... 反對 那... 你指我那些洒候 出來囉 是不是真的這麼反應 其實有很多 到美國人 不喜歡中國 有看樂 中國是欠 백신 就是 抗消 bats ... 什麼時候 被生意 美國呢 認真 很认真地说 有多少生意真的可以实现到 大公司也实现到 大公司真的有利益代价 问题不是普罗的美国民众 投票是美国的普罗民众 现在如果你狠塔基州 有机会是 Republican输的话 Republican可以乘机逼供 叫McCowell真的退来 明显不要再出来选 你猜他没有藉口 如果你分钟说 你不过香港人权务民众法案 明显我想办法移动你 你猜不可以 全美国民众的位置只有100个 那还有人会上上位 我不计算副总统 只有8个 你这些政治认识懂得看 大佬 这些有这么多东西 看你不看 只是我澳透社人放风 放大 而且澳透社 我现在对他的新闻来源 开始是有问题的 一次又一次 帮林郑月娥放风 一次又一次 我不知道他后面想怎样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你当你那些国际通讯社 也有可能有 一些政治 的 agenda的时候 你就更加要小心 是不是 更何况 我参议是特朗普控制的吗 你现在马克罗比奥出来 出来吵 喂 特朗普都要某事 是要怕马克罗比奥 因为马克罗比奥拿去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是很重要的州份 佛罗里达是几个 决定美国总统胜负的州份 你记住 他的选举人票 佛罗里达会减少 就会影响结果 你不要以为特朗普一定在赢 第一个是 Impingement 的问题 第二个 美国人 你见到Wirginia 那个选举结果 或者狠塔基州的选举结果 州长选举结果 你也知道 Republican是有危机的 你不是说 那么容易轻松过关 即是你说 Democrat Democrat 拜登 拜登 我当然也不会很相信他 今天就是 对拜登之外 对Republican来说 你要记住 特朗普从来都不是 Republican 心目中的 根正疗红的人数 因为这条件事 是Democrat的金主 所以其实在 Republican 真正的 Republican眼中 Penny 才是他们眼中的 人选 只不过是因为 特朗普 他很有人气 因为特朗普的 劇剧性 还有 特朗普始终是 人们觉得 以前美国政客 那样 不如我试过新人 看看有没有新东西 玩 那就试一下 又没有坏的 反正有国会制衡 那 很实际说 你说 对某些美国人 其实是觉得 特朗普好像是 没有 想像中国的新鲜感 这个特朗普是有危机 所以特朗普他可能 要在中国 这个战场上 他要多些分 他怎么会 完全不推香港人权 及民主法案 你Republican那些 反华派 怎么可以站得这么眼 他总是有票 大佬 那些票是稳定的 例如Tom Cotton Mark Robbio 那些票是很稳定的 反而 McCombard McCombard 看过之前是轻松 但他知道 州长选举 例如Florida Florida 近几届的州长 其实都是 北京 例如自己 好像加州 加州 普通都是这样 就是 死大了 找到一个Republican 但是 加州的Republican 一向都是 像Democrat 最典型的就是 阿洛书华生的家 他的妻子是Democrat 不用说 但问题 阿洛书华生的家 都不是很Republican 他的作风 其实很Democrat 其实他 在加州 在左交州 譬如是纽约 纽约 为什么Donald Trump 要搬去Florida 他说他要把 他应该长住 白宫 他那个 所谓 Fulta Registration 的字 不是很奇怪 是Washington D.C. 大佬 Taxation 没有说是Washington D.C. 不可以的 为什么是由紐约 紐约的民主党 就说 好行格 不送的 为什么是Florida 因为Florida 是重要的 大家要记住 Marco Robey 真的拿着 特朗普的春袋 很难听 我也要说的 他真的拿着春袋 为什么春袋在哪里 他是站在州份 关键州份 其实很简单 例如有些摇摆州份 你见到SANIC的票 可能摇摇摆摆那些 你要做一下 那些 你更加要争取 那些议员的co-sponsor 他知道 有这堆香港人的票 我找得到 那他跟你做 为什么不做这些 你分钟 你那些中共的 侨领组织 暗中做些事情 不知道 你知道中国来的人 有多少是效忠美国的 那些效忠美国成疑 我对中国移民 不过我都不信任 他们那些 你知中国人那种特性 永远都不会效忠自己的移民国家 这些瘋的事情 你明知特朗普 你总之就是知道特朗普的春袋 那次就是 你很简单 就是继续数购票 但问题就是 你香港的人 很有趣 很喜欢分享那些垃圾传媒 其实有什么AM730 都会被烧掉那些 那些 的作者 我都指引人的感觉就是 当一个报馆老师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定位的时候 施永青这些知识分子 懂事 都为了自己一己知识 而不知自己定位 这些报纸就不用看了 亦都不会当它是一份终牙报纸 我觉得其实香港的美外 就是百家齐祸的原来 这些主流传媒就拜拜 所谓的新闻系的人 拜拜 那些 很多拜拜 那些新闻界 那些所谓很小级的人 那些根本 一天到刻 就打算打一份工 不是说 你好像出的原志维 王淑明这些人渣 是很正奥的 这是香港新闻界的心态 就是 你如果 为什么我会觉得 是百家齐祸的最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你自己拿着报纸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又不是很担心 我觉得香港人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这些放风 打乱阵脚 这些放风 当然你不是说 叫你把抗争外判给美国人 你自己要 每个周末 但是另一方面 你要让别人外国看到 你自己要坚持之余 你也没有被这些吹淡风的人 然后说 行了 不用争取美国支持 自己等死 然后就向中共投降 这些垃圾传媒 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说 香港的传媒是垃圾 真的是垃圾 我不是说笑 我得罪人都这么说 香港很多记者 有些大中华交 那些高层的编辑 那些 我都没有眼睛看 看来干嘛 我会觉得我做了 这么个媒体 已经 都算是 就是 在评论来说 其实我二十多年之历 我1995年开始写评论 去到今天 已经二十四年 仍然明显就应该是二十五年 四分一个世纪 写了四分一个世纪的评论 就是 告诉我 一件事 现实就是 香港的传媒很多 就是 有些人很喜欢吹捧某些人 其实那些人是没有用的 整个街道都是这些 所以我原意就读了 Independent 是有原因的 我 就是 当你叫我回到香港报馆社 我当然是写得到 但是问题 你要交出编母方向 那何必呢 大家没有必要为这些放风去摇头喪气 甚至有些人譬如说 英国不行 我看到很多是热狗 什麽民国派那些 神经病 现在还说民国 一看就是黄毓民的人 只有黄毓民借中中国国民党的走狗 热狗 一看就是热狗 热狗就帮中共产党做事的 又是华交 神经病 那些又是 小心一点 如果跟你说 那些什么盟国那些 小心一点的人 实际上 有些选区 有些 有几个选区 我是决定中立的 就是区议会选区 那我当然我有个清单 那些人 就很简单 就是那些人古古怪怪 那些所谓民主派代表 都古古怪怪 那我就永远 吃花生 就是我永远 反正哪个当选都 都没有分别的 都是共产党的 那些假民主派 有的 有几个 其中一个是冯檢基的选区 冯檢基的选区 大家可以吃花生的 你头目头目都无所谓 起我眼中 你又 之后再说 但是我觉得 哪个候选人都一样 那个选区 就是 但是 我可以说 就是英国 英国国会那份报告 就不是像香港独立了 那些糟糕的 但是 我也可以这样说 他都会是美国的整个战格架部分 将会 但是 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 要自己 不要被这些放风的友仔 打散了自己的士气 就是 很多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手牌 就是 因为大家对 西方社会的信心不强 还有 没有外星 就是觉得 现在我国势很紧急 不够不够 我够知道 但是你也有外星自己做人 我够知道 紧急 我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那些问题 别人就是人家的捕斯爵 朋友 不是这样做的 就是 我常常都是这样看的 就是 没有必要为这些中文传媒的放风 吹上去 也都 小心些外国通讯社 很多时候 你要综合去不同的报纸 就是 就是 我本身 我看美国报纸 我最早期的人 我看New York Times也好 我看了二十多年 差不多是我开始写平原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New York Times 那时 最初New York Times是PDF 就是 它也不是一个 internet version 那时的internet version 很刺激的 最初是 我看PDF的简要版 是开始的 那 跟着 那时 最初是为了 我开研Tofo 研SAT 大家知道 要去美国大学 就一定要看这些 但是 去到这么多年的习惯 就是 就是 当然 New York Times很左翼 但是 它是其中一份 可以 令到你知道 美国的通盘局势 的媒体 真的 挺好 CNN CNN擺明是方丈台 CNN擺明是方丈台 CNN擺明是特朗普 那时 那时是过火 真的 每天在这裏 特朗普 整个节目在这裏 特朗普 我都有看 Anderson's 360 那问题 那这个节目 真的太方丈 真的 真的 大佬真是 留情看吵架 真的 当娱乐表演 那样看 OK 你看完CNN 再看FORCE 去平衡 你看完CNN再看FORCE 是很正常的 但是 如果你要知道 例如 Election WASHINGTON POST 那些 那些 基本的 都要看完 其实 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 美国形勢大致是怎样的 那些 不硬理解 那些 其实 你当你知道 在塔基州 的选举 哇 那麽差 你那麽努努比较逼 很合理 说真的 有些人是真的 九中退休的 Maconwell 也有那麽年纪 真的 很好实说 当然 你又不是好像 以前 McCain McCain 就真的很受尊重 即是他真的是一個 Nobleman 即是 你 那麽 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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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當然是換個新人比較好看 你不要把分足弄得不好 如果給趙小雁那件事 明顯再輸多一點票 所以你看到Marco-Robio這麼硬 而Marco-Robio的選區 也是特朗普的春代 大家不用這麼擔心 做回自己 不要受中文傳媒影響 中文傳媒有很多大中華膠 那些老一代 香港中文報告有很多獎堂的人 是那些五十多歲的人 很多人現在坐著 他們真的沒有意思去想 覺得這個時代過了 他們不是這樣想 但我一直在不斷轉型 我經常覺得 一天就不斷轉型 有一件事我是尊重吳志森 你不喜歡聽不出意心的評論 但吳志森 在怎樣去探索一個 做一個independent的評論者方面 他是有做功課的 你不贊成他的言論一回事 但他是會不斷轉型的 至少那些我都會尊重 你不贊成他 你不贊成他 不要緊 你會尊重他 香港的報紙不是的 那些 所以那些事情 無謂給放風影響 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第二節就講完了 等一下再講第三節 第三節就講英國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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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人 不刺身 打 打 然後 做好 補充